好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这本书的第九章 首先还是先看一下这本书在网路上的什么地方 所以你就打开Google 然后速度AI in Binance Aureli 看见很像的连结就勇敢的把它按下去 好 我们现在讲到的第九章 其实是强化学习的部分 这是强化学习的第三部影片 我还是会建议你把第一部影片跟第二部影片 都把它听一听 毕竟这个关联性还蛮强的 所以我们在第一部影片介绍了Mentechalor Agent 然后第二部影片介绍了Neural Network Agent 那这部影片就是要介绍Deep QNN Agent 那我们就直接来讲吧 好 那我们上一部影片有说到说 神经网路的agent他之所以表现得很不好的原因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只是太强调去预测下一次的Action 而这个Action就是不会让游戏中止 但是他没有想到 其实这个游戏是要连续200次都不能中止 才叫做成功 所以他有点像是见数不见零的感觉 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改进这件事情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这个Action 应该要考虑整个过程的reward 而不是只有考虑下一次的reward 好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所谓的QNN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其实这边都是去看的这个blog的文章 那其实这个文章呢 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在学Deep QNN的时候 应该看过的程式 所以这个作者呢 几乎就是完全照他的概念 然后把它写出来而已 所以事实上等一下我要介绍的 我要讲解程式呢 就是这一篇blog的程式 那假如说你已经看过这一篇的话 基本上这部影片也不用再听就是了 好 那首先呢 什么东西叫做QNN 那QNN呢 事实上就是要去估计一个东西 那它的policy Q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其实呢 它这个Q里面呢 就是要去记录一下 在特定的state跟特定的action之下 那你呢到底会得到多少值 所以呢 其实QNN它的policy呢 其实就是这一个Q 那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parsQ呢 的这个Q把它给 可以估计出来 好 那换句话说呢 今天我们就是要在给定某个state 然后给定某个agent之下呢 那它到底呢 这个数值是多少 那要把它给估计出来 所以呢 假如能够 把这整个函数 都把它估计出来的话 那就简单多了 那以后呢 我们就只要看现在的state是什么 然后呢 再去那个state里面呢 那看看到底不同action之下呢 哪个值最高 我们就选那个可以让值最高的action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函数给估计出完 那问题呢 这个函数到底是在描述些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blog 它所写的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呢 QSTAT呢就是前面的这一块哦 好所以呢我就把它在这边写一下吧 其实我这边不是写等于0 它事实上就是等于某个数 写起来像是等于0的感觉 好 所以呢 QSTAT呢 事实上它就是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可以马上得到的reward 然后再加上呢 一部分就是给定下一期的state之下 我们呢会去选一个atima的action 换讲说呢 给定下一期的state之下呢 我们会去选一个action 然后呢使得下一期呢 可以得到的值呢是最大的 但是因为这个毕竟是下一期了嘛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做一下折现 就有点像是财务里面折现的概念 下一期得到的钱就比这期的钱还要 限值还要少一点哦 好所以呢其实这一个四值那就是呢 刚刚我们看见的blog里面的这一条四值啊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QSA也就是呢 在DT期的state之下 然后呢假如我们采取A这个action的话 到底可以得到多少的值 那它的公式呢就是这样去定义哦 你可以得到多少值呢 就是你不但可以得到立即的reward 你也可以得到下一期的一个被折现的reward 那你就会想说 哦这条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 好像说我们只要把这个function估计出来 是似乎就好像考虑了 这整个玩游戏的过程哦 那其实呢你可以帮他想看看了 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一个 我这边少写一个Q啊 这边事实上还有一个Q在这里 一个大Q在这里 啊有点难看 其实就是这里还有一个Q就对了 啊这个Q在写的有点难看 但是其实这里已经太窄了 那我这里就用其他颜色把它写了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Q的函数 好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这个Q的函数呢 那你似乎可以用迭代的概念去做 换一下说呢 你今天有DT期的ST跟AT了 那假如说你写T加1期的状况的话 那事实上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小T改成T加1啊 那也就说呢 其实这个Q呢 你只要把下标改成T加1的话 那它的公式呢也长成这个样子 可是呢下一期的比如说ST加1 那它到底跟 它到底是长的什么样子 其实也是这一条式子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Q 然后 然后S然后就把它下标写成T加1 T加1 然后AT加1 好 然后你就可以把上面这条式子呢 再重写一遍 只是呢现在的每一个下标呢 就要 其数都要加1 所以这里就变成是RT加2 R然后呢T加2 然后呢再加上后面的这一大块 那就是Gamma呢 然后再乘一个什么Masma 然后呢Q 然后这里呢 事实上就是变成是 ST加2 然后A 那同样的呢 我们这里也是有选一个 Altima的Action 然后使得这个值会达到最大 好 所以其实你这条式子呢 可以这样一直写一直写 一直写 一直写下去 那你可以把它大致的想成说 其实这一项 其实事实上呢 跟这一项有点像 有点像 所以呢你假如说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然后呢 依序的媒体都这样带进去的话 那感觉起来呢 其实 今天的这个Q STAT 事实上就是RT加1 再加上呢 RT加2的折线 再加上呢 RT加3的折线2次 再加上RT加4的折线3次 感觉起来呢 这个函数 它好像就是有考虑了 我们从现在开始 到这整个游戏结束的 整个reward 那当然这个reward呢 越远起来reward 必须要把它的折线 所以呢 今天只要考虑的这东西 似乎 概念上就好像有在考虑了 整个玩游戏的过程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Qnanny呢 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 QSTAT的这个东西把它给做出来 好 那怎么去做出来呢 假如说今天这个state呢 跟action呢 它是 它是有限格的话 那事实上呢 我们的确是可以做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 然后有一个维度呢 就是写说今天state的 假如长成怎样 然后呢 另外一个维度就是action 那我们就是呢 看看 在某个state之下呢 该采取哪个action 那它的值才会最大 才得到的值才会最大 所以假如说state呢 也是有限个action呢 其实也是有限格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编一个表格 然后把这表格里面的每个数字 都把它给估计出来 那只要估计出来之后 那之后呢 看见某个state 那我们呢 就是看看在这state之下呢 哪个action的值最高 我们就选那个action 但是呢 假如说今天state呢 它根本就是 就是无穷多个 那这个表格呢 显然就是没有办法去估计出来 估计出来 那就像呢 我们现在的state呢 它每次都是四个数 而且这四个数呢 是在实数上 实数系上面的连续变数 所抓出来的四个数嘛 所以呢 我们state呢 显然没有办法用穷取的方式来做 所以呢 这个表格的方式呢 就没有办法做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还是呢 要去估这个castat 那这东西呢 有点像是bearment equation 那其实bearment equation 我觉得很烂 那应该是 我记得是应该是在博士班里面 然后学什么跨期消费 然后你要去 要去什么极大化一个跨期的 啊 效用函数 然后还要把它加总起来 那下一期的效用函数 还要折线等等 所以呢 嗯 其实有点像是那个bearment equation 那其实解那个东西非常的难解啊 我现在怎么解 我也都已经忘记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qstat的函数呢 要把它解出来哦 要么它就是可能根本太难解了 不然就是呢 它也不存在一个数学式啊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去解出这个q 方寻出完了呢 那一个做法就是 那我们就拉一个神经网路吧 因为呢 我们神经网路不就是一个input 然后一个output 那中间呢 就是跌了很多的那个隐藏层 那事实上呢 神经网路就是在估计一个方寻 就是在估计一个函数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干脆拉一个神经网路 然后来估计这个q 啊 sdat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嗯 我们要把它叫做deepqlearning 因为呢 今天我们在估计这个q函数的时候 那 其实呢 是用神经网路来估计 来逼近这个函数啊 那本身神经网路本身就是在逼近一个函数 好所以呢 有这个概念之后 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拉一个神经网路 去 估计这个q函数 所以呢 这个q函数是一个数字 是一个数字 它并不是一个分类问题 它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回归的问题 好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这个作者该怎么写 好 很好玩就是呢 他还是会写一个class 又写一个类别东西出来 那等一下呢 他还是要玩1000次 但是呢 这1000次呢 根据我在家里跑的结果 其实他应该要跑100分钟 要跑1小时又40分 所以呢 我就干脆直接让他先跑好了 那免得呢 等一下程式都讲完了 也过了100分钟了 结果发现还要再等100分钟 那这样其实有点累 所以我就让他先跑 那估计就是要跑90分钟到100分钟左右 好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做 那首先呢 他从collections里面import的dequeue 那这个dequeue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今天假如有5000个数丢进来的话 然后你跟他说 我的max码的长度是2000 那他呢 就会去抓最后面的那2000个data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import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现在想要把所观察到的action跟state 还有包括呢reward 还有next的state 还有down呢 把这个资料都把它储存起来 但是呢储存起来 然后你又要玩1000次的游戏 那可能这个比数其实会非常非常多 那因此呢 我们就储存一面储存一面储存 那假如说超过等一下会设2000笔 那超过2000笔的话呢 我们就是每次都是抓最新的2000笔进来 那感觉是什么呢 感觉就是我们这个adrian在跟环境做互动的过程之中 那我们就是都保留最新的最近的2000次互动的结果 那之前太久以前的互动结果呢 可能那时候训练的还很差吧 或者是其实已经太久了就跟人类一样太久事情了 那就干脆把它给逛机好了 好所以这事实上就是dequeue它的做法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会把记录下的东西呢 就是最多都是取最新的2000笔 好然后呢就从Keras Ultimator ImportA等 RMS Prompt 这个都跟刚刚一样 好所以他现在要写一个class 一个类别叫做dequeue dequeue dequeue agent 那这个class呢 它的简介我们在上一部影片大概有讲过了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个class 然后写完这class之后呢 你就把它丢一个物件进来 那例如说等一下我们就是会丢一个叫做小写的agent 这个物件进来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lass初始化 那初始化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agent.finish agent.absent agent.absent minima等等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事情 那有点像是呢 自己写一个物件 然后去创造出一些自己可以用的一些一些物件的指定出来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好那这class的写法呢 刚开始呢都会有一个constructor就是建构值啊 所以呢你就可以先定义一些一些属性等等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会去定义一些meister的 所以呢我们就大致一下先看一下它有哪些个meister的 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build model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神经网路到底是怎么搭建的 然后呢再来就是呢有一个meister的叫做act 就是呢我们这个action到底要采取零或者是意用 好然后这里有一个replay啊 其实replay说穿的就有点像是我们上一部影片的那个全model 其实说穿的就是我们呢要把那个模型再训练一次 那就是会拿最新的2000笔的模型哦 最最新的2000笔的资料 然后呢可能随机收抽取32笔资料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模型呢重新训练一次哦 所以呢replay白话来讲就是重新训练这个神经网路的模型啊 那或者是就是很类似我们上一部影片的train model 好那最后呢这也有个nearm就是到底这个em agent怎么跟环境去做互动的就是写在这个地方哦 好那最后来个test啦那这个test呢只是说我们讲一切都做完了 那网路也的神经网路也训练好了 那我们呢就有点像是之前在做机器学习或生路学习一样 就拿最干净的一段资料那其实在这边就是在 在重新玩玩100次等一下就重新玩100次 然后呢就不去更新那个神经网路的参数 换句话说我们就假设这神经网路已经训练很好了 我们就拿这个神经网路呢再来重新玩100次看看 看能不能把这个目放台车的问题把它给破解哦 好所以等一下再介绍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先从 就是我会先把constructor介绍完 然后呢会把这个神经网路介绍完之后 然后呢这个action跟replay呢会先跳过去哦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none 就是说到底agent怎么跟黄金柱做互动 那在这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有时候要去呼叫前面 所定义的master的我们再回去看前面的master的 那其实呢整个介绍方式就跟上一部影片一样 好那假如说跟上一部影片有点相似的地方 我就讲的比较快一点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所以呢首先呢这里有一个constructor 所以通常constructor就写def 然后就两个底线init 然后再两个底线哦 好那这个save呢就是等一下你丢进来的物件 例如说等一下我们会丢小写的agent的物件 那你就可以把他抢钱 这个save呢事实上就是agent 所以就是只要把这个class写好丢一个物件 例如说叫agent进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可以初始化这个class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agent.finish agent.absent agent.minimum 然后还可以得到agent.act agent.replay 这个都可以得到 好那他首先先把一些参数起来这里 所以伽玛等于0.95 其实这个伽玛呢就是这个折线率的概念 也就是下一期得到的reward 事实上就是要备称于0.95 有点像是财务折线的概念 然后呢这个hu就是隐藏层的unit 那我们就取24个神经元 那激活函数呢就选adam nending rate呢就是adam里面的那个 梯度下降的学习数率就选0.001 那finish呢这边先设forth 但是等一下我们再让他跑的时候 那我们呢会把这个finish呢改成true 那中止条件就是呢finish等于true 再加上某些条件之下 那这个整个程式就会中止了 但是呢这边先把finish写成false 好所以呢那这边就写savefinish 就先定义等于false 然后呢saveepsen 这个epsen呢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影片所说的 在深度学习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探索跟生根的概念 所以刚开始通常在玩前面几次游戏时候 那我们都是先去探索 所谓探索就是呢action在选的时候就让乱数去决定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也还没学什么经验起来啊 但是呢假如说你今天要玩1000次游戏 你已经玩了500次呢 那应该累积某些经验了 所以呢我们或许必须要去善用这些经验哦 因此呢我们就希望乱数的成分呢 的几率就越来越小 然后呢使用学到经验的几率呢就越来越大 这样子的话呢不但可以去善用之前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而且呢也可以还保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所谓创新的想法就是呢 还是可以保有让乱数去决定我们到底要把这台车子往左往右移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通常会是这么做就是呢 我们要决定这次action到底是乱数决定的还是去用以前的知识呢 那我们就会在0到1的均匀分配里面去抽乱数 那刚开始呢这个abs就把它设成是1 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定就是出去探索嘛 因为根本没有学到任何的经验 嗯 好但是呢 嗯 越来的话我们就会 就就就就就就就会让这个absin呢 就让它decade 所以我们在这边decade的 absin decay是0.995 所以现在下一次呢 这个absin呢就会变成是0.995 0.995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呢 我们似乎在这里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是0.995 所以呢我们到底下一次action要段数决定 还是要去用学习到的知识来判断呢 那我们还是一样在0到1之间的均匀分配去抽个乱数 那假如这乱数呢是落在这个区间 那我们就说好吧 那这次action呢还是乱数决定 那假如我们抽出来的乱数呢 是落于在0.995到1之间 那我们就说好 我们就是要用过去所学到的知识 那过去所学到的知识 那过去所学到的知识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虚拈出来的神经网路之下 我们丢一个stats 然后请它去帮我们预测到底是什么 其实要采取哪个action 好 那我们就会让这个Epson呢 就慢慢的decay 慢慢的衰退 慢慢的衰退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们游戏玩的越多 然后呢 要去抽乱数的几率呢 其实就越小 然后呢就会有越大几率呢 是用我们已经学习到的神经网路 去预测下一次要采取什么action 好 所以呢 这个Epson呢 刚开始我们其实这就是1吧 然后呢 我们也不希望呢 游戏玩太多 然后最后呢 都没有出去探索的机会了 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创新的机会了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Epson呢 这个Epson呢 事实上 它会一直递减 但是递减到最后就是0.01 不要再小下去了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游戏玩的够多的话 那还是希望最低最低有1%的可能性 我们的Action是由原等所决定的 好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Epson从1 然后呢 用0.995的速率再衰退衰退衰退 然后衰退到最后最低最低就是0.01 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决定Action 然后呢 假如说是想要让随机去决定Action的话 那这个随机乱数去决定 测试网络网络网络的几率 其实是会越来越少的 好 那Self.Gamma呢 就是0.95 这就是下一期的reward 被折线的一个折线率 好 那Batch Size等于32 就是我们假如要重新训练的话 我们就是会在最新的2000笔的资料里面 去随机抽32笔出来做训练 好 那这里有个Massima T Reward 看起来就是Massima Total Reward的意思 那就是想要去记录一下到现在为止 我们玩游戏呢 那我们要玩一间只游戏 那到现在为止最高的分数是多少 那刚开始当然是0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Average 那这个就是开个list 把它给每一次每个episode玩的游戏的分组都把它给储存下来 然后储存在这个Average 里面 好 那这有一个Memory 也就是呢 我们要把每次所记录下来的东西 那到底要记录什么 其实就是要记录我们看到什么State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State所采取的Action 然后呢 还要记录呢 我们采取这Action之后所得到的Reward 然后呢 还要再记录一个NextState 也就是说呢 我们State不但要记录这一期的 我们要记录下一期的State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这里在算那个QValue的时候 那事实上呢 它是一个立即得到的Reward 再加上下一期最似的Action之下 所能得到的Q值 所以呢 我们这边 因为这个S是下一期啊 我刚好像不小心把上一个东西弄掉 总而言之呢 就是它这里是下 就是在更之后的那个Reward 所以这个St呢 其实是下一期的St 是St加E 那因此呢 我们在记录的时候呢 也要把下一期的State 也要把它给记录下来 这个东西呢 都是要一起送去做训练的 我们才知道呢 嗯 给定下一期的State之下 我们要采取什么Action 可以得到 嗯 这个MASMA的QValue 嗯 所以我们就是每次都会记录 5个东西啊 就是 嗯 这一次的State 然后呢 看见这一次State 所采取的Action 还有呢 采取Action之后呢 它State就会更新了 所以就会有下一次的State 下一次State 我们要把它记录起来 还有呢 就是因为那下一次State呢 更新了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Reward 那除此之外呢 还会去把Done 也就是到底能不能继续玩这个游戏呢 True或False的这个东西 也记录下 这个东西都会记录在Memory里面 但是呢 啊 我们每次在跟环境互动 就会越来 收集越来越多的资讯 所以呢 我们就是会挑 最近的2000笔出来 然后就要挑最近2000笔出来之后 还会随机挑32笔出来做训练 那这个等一下都会在下面的程式档看见 好 那这里呢 有一个self.osn 就是OpulationSpace 那就是今天OpulationSpace的Ship 那事实上呢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State的Ship 这StateShip呢 它是一个异为的阵列 它是一个4逗号的一个Ship 所以呢 当我们说这个Ship 然后要去拿它编号0的元素 那其实呢 得到的结果就是4 就是4 所以self.osn 其实就是4 就是一个存量4 好 那self.model 就是self.底线model 底线 self.底线build 底线model 那其实呢 就是去呼叫下面要定义的 这一个method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 好 那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呢 就有每一层的隐藏型 有几个神经元 然后采取什么Ultimizer 还有呢 它的学习数据是多少 好 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 constructor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把这个神经网络的东西讲一下 讲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 这个agent跟环境互动 到底什么互动 然后呢 需要什么样在呼叫之前的method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act 跟replay的程式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定一个method 叫做底线build的底线model 那其实就是加一个神经网络就对了 那这神经网络呢 事实上有两个隐藏层 它是一个依序堆叠的神经网络 所以就是sequential的一个class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把sequential掉出来 就令它等于model 然后就开始对神经网络吧 所以呢 这个神经网络我先讲一下 其实它是有一个隐藏层 然后维度是4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叠两个 有一个input的层 那维度是4 接下来呢 会有两个隐藏层 然后呢 这个hu 刚刚我们都是定24 hu都是24 所以就是两个隐藏层 那个隐藏层呢 各有24个神经元 好 那最后呢 就是有一个输出层 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然后呢 它的维度是1 那这一个神经网络呢 到底在做什么 不要忘记 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用一个神经网络 来估计这个q function q function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呢 跟上一个影片的神经网络不一样 上一个影片的神经网络呢 是一个二元分类 它事实上呢 是用来预测 下一次我们的action 要往左还是往右 所以呢 不是0 就是1 但是我们现在叠的神经网络 其实是要去估计q function q function是一个value 所以这个东西 比较像是一个回归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给定一个state之下 然后呢 这个state 我们到底采取什么action 其实也知道了嘛 就是我们收集出来的资料 好 所以呢 那么action我们也知道了 那因此呢 我们要去估计一下 那今天呢 这个q value值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神经网络的东西 可以发现呢 它的loss function呢 其实选的是mse 换教说呢 它其实是一个回归问题 不是一个分类问题 嗯 我这有点讲错 它的output 事实上是两个神经元 它的output是两个神经元 好 换教说呢 它就是想要突出两个数字 那这两个数字呢 它事实上是会把它摆成一个二维正类的样子 假如说你呢 丢一笔进去 它就只会突出一个预测 但是呢 它就是摆成二维正类的样子 按丢32笔进去 它就会突出32笔的预测 那也是摆成二维正类的样子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数 例如说呢 这第一个数角是0.1 第二个数角是1.4的话 1.4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到底怎么去用 其实呢 我们就是会去选mse的这个值 因为毕竟呢 我们这个state丢进来的话 那我们呢 有一个state 有一个action 有一个state 然后action也知道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去估计 这个 下一期的这个 最似化action之下的q value 所以呢 这个q value呢 假如估计出来之后 它有两个数 我们就会呢 选择比较大的那个数 然后呢 把它装进去 我们现在的这个action 假如是0的话 我们就把它装在0的位置 然后假如是1的话 我们就把它装在1的位置 好 那我们随着程式看下去呢 那你大致就会更清楚 在做什么事 但是首先你先记住 这个神经网路 它是用来估计q value的 所以它是一个回归问题 然后呢 它最后会突出两个值 那我们呢 就会去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值 比较大的那个值 然后还要把它塞进去对应 它所采取的action的那个位置 所以等一下我们继续看 你就会更清楚了 好 所以呢 这是定义一个函数叫做底线 Build的底线model 然后它是一个sequential model 所以input dimension就是4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state dimension是4 然后呢 input层是4个神经元 然后第一个隐藏层是24个神经元 我们就用review 然后呢 再来再第二个隐藏层 所以第二个隐藏层呢 它的神经元也是24个 那也是用review 好 那最后呢 就到output层了 所以你看output层呢 它是有两个神经元 那事实上呢 因为我们的action space呢 不是0就是1嘛 所以呢 他就说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action space的n 换句话说就是action space 里面到底有几个元素 那事实上就是0跟1 所以n 所以我highlight起来这个点n就是2 就是env.action space.n就是2 因为呢 我们的action只有两种 好 所以就是最后一个output 它有两个神经元 然后呢 它的记录函数是linear 所以可见呢 它是一个回归的问题 好 所以有一个input层 有两个隐藏层 有一个output层 然后它的神经元呢 各是4 24 24 2 好 那这个模型呢 都掉完之后 那我们就model.compile 那都是function呢 就选mse 那也就是呢 我们要丢进去真实的这个值 然后呢 要取 要请电脑呢 去行神经网路呢 当我们给它真实的值是这样的话 它要去预估一个很类似这个东西的值出来 所以呢 预测的值跟真实的值之间 那我们假如把它相减取平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东西定义成los function 那实际上呢 这个los function就是mse 好 那artimer呢 他就选adam 他这边就选adam 那none rate呢 就是0.001 那我记得好像adam的none rate预设就是0.001 所以不写也是没什么关系的 好 那神经网路架完之后呢 那就要去下面就有action的method 还有replay的method 这个我们先跳过去 我们先看一下 到底现在agent怎么跟环境去做互动 好 所以呢我们就定义一个函数叫做none 这个就有点像是上一部影片等等 其实就是在说 这个agent怎么跟环境去做互动 那例如说我们要玩1000个episode 就是要玩1000次游戏的话 我们就把它丢1000进去 好 那我们希望呢 每一个游戏呢 它的total reward是多少 把它给记录下 所以我们这里就开一个空空的t reward 的一个空空的list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说for 1 in range 1 然后1001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abcd1的1 就会从1230一直跑 跑到1000就结束了 因为1001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碰到的数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abcd1的1 就会从1230一直到1000 对应的就是好像是我们玩的第一次游戏 第二次游戏 一直到第一千次的游戏 好 所以呢这个外回圈 这个for回圈就是讲说 我们每次玩游戏 就是要执行 执行下面这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第二次游戏呢 就是在执行下面这一大堆的东西 然后第二次游戏呢 就是在执行下面这一大堆的东西 但是呢 其实这个for回圈里面还有一个回圈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外回圈 好 那每次玩游戏之前都要先把这个游戏给reset 所以呢 我们就emv.reset 所以它就会突出初始的这个state的这四个数字哦 那我们在上上部影片有讲过 其实这四个数字就是初始值呢 就是从-0.05到-0.05的均匀配配里面去抽出乱数 那分别呢就代表 例如说是车子的位置啊车子的速度啊 然后木棒的角度啊还有木棒尖头的速度 那这个我们在上上部影片都有说过了 好那因为这个state呢 等一下我们其实呢 是要把它丢进去model里面去做predict的 那因为呢在Keras里面呢 那个model丢进去 你要去做predict的呢 丢进去的解释变数 即使你只有一笔 那你的维度也要把它变成是二维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个state呢 它的维度其实是一维而已啊 它实际上就是4 然后逗号而已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去shape成14 那这样的话 等一下我们才可以把它丢进去model里面去做 进一步的加工哦 例如说是predict等等 好所以呢啊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初始的state 然后就把它选举shape 所以就是numpi点举shape 然后就把step加进来 然后就把它的shape变成这样 其实就是把它变成是14 然后这个二维的阵列 其实我们还是把它叫做state 好那接下来呢 他就要开始每次游戏里面呢 这个agent就要跟环境去做互动了 所以他就写for底线inrange5000 其实我觉得这个5000 真的是太浮夸了 事实上在原始的这个flog文章里面 他就写500了 那500呢 有点太浮夸了 因为毕竟这个木棒胎车问题呢 你今天只要分数呢 大于200的话就达到他的中指条件了 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这写5000真的太夸张 我就写500还差不多 事实上到200 结缘取201 结缘取201就可以了 好吧 不管怎样呢 他就说for底线inrange5000 所以我们希望呢 这个agent在这次游戏里面 可以跟这个环境呢 互动5000次了 但事实上最多互动200次就结束了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今天 我们在互动的时候 我们就把看见的初始的stat 然后呢 就丢到上面的act的method里面去 然后呢 去决定 我们这次到底要采取什么 行动 好所以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初始的stat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就丢到上面的这一个 act 这一个 这个method里面 然后呢 他会return什么呢 他会return说 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 好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回到上面去看这个dfact 他说你现在假如有一个stat 进来的话 那首先呢 我就先在0到1的均匀分配里面 去抽乱数 假如他小于epsin 那epsin呢 其实刚开始我们是设1 但是他会慢慢的衰退 以0.995的数据一直衰退 但是呢 假如说我们抓出来的 0到1的均匀分配的乱数呢 小于这个epsin 那我们就说 这次action呢 就是随机去取 那有可能去取0 有可能去取1 好 所以 假如说epsin是从1开始的话 那你就知道 其实第一个action一定是随机取的 那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学到任何的知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神经网路 但是这个神经网路呢 它现在什么也没学到啊 它所有的wait都是初始的wait 都是随机乱给的wait 所以你今天呢 即使丢什么东西进去 那因为它的wait是随机的wait 所以估计出来的东西一定很烂 很烂 所以呢 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 所以刚开始我们都会让 在采取action的时候 的随机action的几率比较大 好 但是呢 假如上面这个不成立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假如抽出来的这个乱数 0到1的乱数呢 小于absence的话 大于absence的话 那我们就不去探索了 我们叫生根了 我们叫生根 就是用我们之前的 学习上的知识 决定我们要采取什么action 好 所以呢 这里就有一个model.predict 那你就把这个state丢进来 请上面这个model去predict一下 那因为呢 model.predict 丢进来的东西 都要是二维正列 这就是我们刚刚 为什么要把这个state 从shape4 都把它变成是 一式的二维正列 好 那丢进来之后呢 我们说predict出来的结果 其实也是一个二维的正列 也是一个二维的正列 那它会凸出什么 它会凸出两个数 会凸出两个时数出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想要取 这两个时数里面 比较大的那个数 因为呢 我们说比较大的那个数呢 就代表说 我们采取这个action 似乎呢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现在想要把 例如说0.1跟1.4里面 取比较大的数 但是呢 你在二维正列 你在取比较大的数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用argmax 因为argmax是用在一维正列上 那当然你可以去找 那个二维正列或高维正列 怎么去求 类似argmax的指令 但是其实这也不用那么 那么大非洲章啊 我们只要把这个二维正列 变成一维正列 就可以去用argmax 所以呢 它这边为什么要写 model.predict state 后面为什么要写一个中括号0 就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二维正列里面的编号0的元素抓出来 那其实这二维正列呢 编号0的走在这边 编号1的走在这边 那你今天只有写一个0 显然就是对编号0的走去抓 所以就是呢 对编号0的走去抓 然后抓编号0的元素出来 所以呢 抓编号0的元素出来 那不就是把这个一维正列的0.1跟1.4把它给抓出来吗 好 那抓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action 叫它叫action 可是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去采取的action 因为我们真正采取action 事实上是车子往右往左去移动 所以呢 其实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action 这action事实上是一个一维正列 里面是两个时数 我们就呢 看看比较大的数 它的编码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就是np.argmax 然后就把这个action丢进来 所以呢 假如说今天我们抓出来的是0.1跟1.4的话 那1.4显然比较大嘛 所以1.4的编号是1 然后呢 0.1的编号是0 所以呢 这个例子呢 argmax就会得到1 就会得到1 那我们现在就定义说 假如呢 啊 我们丢进去这神经网路 所吐出来的这个q value 那我们就选比较大那个数 同时就采取比较大的那个数的编码 这个数字的action 所以假设说我们现在呢 是这个例子的话 那编号1的数字形容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今天采取action就是1 换句话说就决定把车子往右移 好 所以你这边要记住 神经网路预测出来的事实上是q value 但是呢 因为我们今天看见q value 嗯 两个q value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选一个action时的 我们得到比较大的q value值 所以呢我们就会在他所吐出来的这两个q value里面 去找比较大那个值 换句话说就是找那比较大那个值的编码 然后这个编码不是0就是1 所以假如说我们这个例子的话 它的比较大的值编码是1 那我们呢就采取往右的行动 就下去往右行动 所以呢 这里return就会是一个存量 就会是一个存量 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return一个存量之后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action 好那下面这也就没什么 就说我们就知道这次到底要往右还往左了 于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action丢到emv.step 然后呢 然后它就会突出四个东西 一个东西就是 你既然采取一个action 我就把这个state呢 就更新一次 然后呢 顺便告诉你可以得到1分 然后down就是说 哦 那你能不能继续玩 你采取这个action 到底能不能继续玩 那后面这个information不要管它 每次去看它是什么都是空集合就对了 好 然后呢 这里我们也要把下一次的state呢 也要先把它reshape成14的样子 因为呢 每一次state呢 其实常常要丢进去那神经网路 做prediction或者是做训练 那丢进去的东西都要求要是二维正列 所以呢 我们也要把下一次的nextstate呢 也要把它reshape成14 所以呢 我们就把nextstate呢 然后就做一下 那拍点reshape 然后呢 就把原来的一维的正列四 豆号的东西丢进来 然后把它reshape成14 那reshape完之后 我们还是把它叫做nextstate 好 那这里呢 下面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我们到底要记录什么 那我们呢 要记录 这一次看见的state 然后我们看见state之后 所采取的action 采取action之后 它其实就会突出四个东西嘛 就是我们把action采取之后 丢进去这东西 它会突出四个 所以呢 我们要把下一次的state 也要把它给记录下来 然后reword也要记录下来 然后down也要记录下来 那为什么要记录下一次的state 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因为呢我们现在要去 我刚刚不应该把那个qvalue的那个东西把它弄掉 就是呢 其实我们是要去估计 我们拉一个神经网路就是要去估计这个qfunction 要去估计这个qfunction 然后我们说qfunction呢 其实它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这一次立即可得的reword 然后还有呢就是乘一个折现率gamma 然后呢再选一个最似的action 然后呢这也有一个qfunction 然后这qfunction呢 其实就是下一次state的状况之下 我们呢所采取的最似的action 使得呢可以得到最大的qvalue 那因此呢 因为我们要去估计这个东西 我们呢也必须要去求出这一项 但是这一项呢 其实是要用到下一期的state 所以因此我们在储存的时候 不但要储存这一次的state 我们也要储存下一次的state 那当然呢就是顺便把它储存下来 看到底呢有没有符合中指条件 好那这样子弄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回圈等一下可能还要跑第二次 因为这个aging要跟这个环境互动 互动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下一次的state 就把它变成是state 那这样的话呢等到下一次再跑 第二次互动的时候呢 那这个state呢才会是更新的state 那这整个东西可以继续玩下去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 假如你采取了这一次 这一次采取action 假如down等true的话 那就是游戏中指 游戏中指的话 我们就来记录一些事情吧 所以呢就记录一下你这次到底得多少分 那我们说其实这个木棒台车的问题就是你可以让这个state更新几次你就得到几分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你到底采取了几次action就可以得到几分 其实这个两个是一样的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假如说只采取第一次action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state更新一次 然后假如就截止了就不能玩的话 那事实上就得到1分 但是呢这时候这个底线才是0而已 因为毕竟python都从0开始 所以这个底线假如是0的话 其实你就得到1分 那假如说这个底线是1 然后这个游戏中指的话 那事实上就是你采取了两次action 然后呢这个next set也更新了两次 那就得到2分 所以底线加上1 才是你真正得到的分数了 所以我们就说你这次玩的分数呢 total reward就是底线加1 然后呢底线加1 我们就得到这次游戏的total reward 因为游戏结束了嘛 就结束了 就把整分数记下来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total reward 放到这个total reward的死 这个呢我们刚刚在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开了一个空空的 在这边 是有开了一个空空的treword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 储存在这边 所以呢其实这个total reward 它是写在200 它是写在1000个episode之外 那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就是 要把这1000个 1000次的游戏 每次游戏的分数都记录在这里面 好所以就是twords.append 然后就把这一次的游戏的分数 就把它丢进去 好那随着呢 我们今天游戏玩的次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们等一下准备完1000次 事实上它估计了35分钟 还在跑 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完1000次 所以每一次呢得到的总分就丢进来 丢进来 那我们就很想要知道 最近的25次平均分数是多少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treword 然后负25冒号就是负25冒号0的意思 那也就是从负25开始一直到负1 那其实负25就是倒数第25个数 然后负24就是倒数第24个数 然后呢它这边 右边这四三是有个冒号0 但是0可以不写 所以0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碰到的数 因此呢就是负25 负24 负23到负1就停下来了 那换句话说就是把最后的25比 24比23比21比 还有最后一比游戏的总分把它抓出来 然后把它给加总除以25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现在玩游戏呢 那这个每次玩游戏的平均分数是多少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咦可是我们刚刚是在玩第一次游戏的时候 这里面才一个数而已啊 它怎么去抓最后25比呢 那没关系 假如做不到25比的话 它就会把所有的数都加抓进来 例如说 我们现在假如只有玩第一次游戏结束了 那这个p reward 里面只有一个数字 那我们说抓最后25比 那事实上它就会抓那一比而已 可是它还是会处于25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其实前面25次游戏呢 其实根本没有玩到25次 但是事实上都被处于25 那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游戏会玩1000次 所以前面那几次好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也就算了 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average呢 我们也想把它储存下来 就是每玩一次游戏之后 然后呢 每玩一次游戏中止之后 那最近的25次游戏的平均分数是多少 我们也想把它储存下来 所以呢 储存在哪里呢 储存在一个average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建构者的时候 有建构一个average 它是一个空空的list 我们就把它储存在那边 我们就把它储存在那边 好 换句话就把这一个游戏 这一次游戏玩完之后 然后呢 包括这一次还有最近的24次的总分 加总起来处于25 然后得到这个数 就把它appended到average 去使理念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很想知道 玩到现在 那最高的分数是多少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数学上的musma 其实这个跟三个部影片都一样 就是呢 我们有记录到现在为止的最高分数 这个事实上就是save或musma 那刚开始呢 我们是从0开始 savemusma 就是那种 是从0开始 好 所以呢 假如说你这次玩的分数 有比之前玩的分数更高的话 那这两个数字 就是之前玩的最高分 跟这次玩的分数去取musma 所以假如说这次玩的呢 是比之前玩的最高分还更高的话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次玩的分数 就把它放到musma 底线T-U-Word 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musma 底线T-U-Word的数字 就把它换成最新的 最高分就对了 好 那假如说你这次玩的分数呢 并没有比之前的最高分还更高的话 那当然呢 我们就还是保留之前的最高分 所以这就是这个程式所写的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去印出四行 就是要去印出一些东西啊 那他印什么东西呢 其实他印的东西都写在这个单引号里面 但是因为呢 其实他真的要印的是 是这么一大段 可是他可能觉得写下去程式太长了 所以他就把它分两段来写吧 所以第一段呢 他就把它叫做TEMPL 然后呢写到这边 然后那就说好吧 那TEMPL就加等于什么 那事实上就是TEMPL 就等于TEMPL 再继续加后面这一段 所以说穿的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呢 继续印下去就对了 好那他印到底会印出什么 其实就类似印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他已经跑了 跑了39分钟了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印了什么 那这个因为跟上一部影片很像 我这边就讲一段快 就是呢 请他先印episode 然后空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看见一个大瓜糊 你就要去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用的format里面的 第一个数字是什么 反正呢 因为等一下这个TEMPL 我们是后面要点format 所以呢这个TEMPL里面呢 看见的第一个大瓜糊 就去看点format后面的第一个数 第二个大瓜糊就看点format后面的第一个数 好所以呢我们看首先先把这个1丢进来 其实就是现在到是玩第几次的游戏 然后呢一个右上到左下斜线 然后呢再把1000丢进来 所以印出来的结果就会像是 我们要玩1000次里面的现在 例如说第404次这样子的结果 好然后印完之后呢 嗯 印完之后就 请他空一个直线空一个 然后再按再印TGWord冒号空一个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印说 哦到底呢 这一次游戏的分数是 是几分 那就印在这边 然后呢再请他空一个直线空一个 然后继续呢再印AV冒号空一个 然后就请他呢印到此为止 最近的245次的游戏分数 的游戏分数 平均分数是几分呢 好那 嗯 这里就是请他取一位的小数 然后空6位的栏框 所以就是你看这边就是取一位小数 然后空6位的栏框 123456 前面这个空一个呢 是因为我们当初 如果AV在叫他印的时候呢 就有空一个在这边 因为当初我们就叫他这里空一个 然后之后呢就是取六维的栏框 然后我们丢进来的是浮点 取一位小数 那之前这个4都是取四维的栏框 四维的栏框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了 跟上一部影片一样 好所以呢 这接下来就是空一个直线 然后MASMA 然后空一个 然后就是印MASMA keyword 也就是到此为止呢 包括这一次哦 那最高的分数是几分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整数 然后请他把我们控四维的栏框 好所以他就会印这个东西 然后就break 就是跳出这一次的4回圈 然后呢就跳出这个4回圈之后 就继续执行外回圈 那就是第二次的游戏哦 好 那我们刚刚只是叫他印出这个 这个字串 但是这个字串里面有很多的大瓜糊 所以呢 这个大瓜糊呢 它是用.format的形式来写 来写 好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点format的形式呢 里面的第一个数就是对应 放在第一个大瓜糊 第二个数就放在第二个大瓜糊 然后呢 我们就请他print这个templ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templ.format 然后指名上面的瓜糊要怎么弄 那这里呢 原来的作者 他这里是有写个end 然后 单引号 左上到右下的写一些r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请你帮我印完银行之后 再把这个游标移到最前面去 但是呢 其实之前记录的会全部被消掉 所以假如说用原始的作者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一千次游戏的记录全部都印不出来啊 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 因为我这个是教学用啊 所以我还是希望呢 每一次做的结果都把它印出啊 至少视觉化起来 你会觉得比较具体一点 所以我就干脆呢 他的程式这里我就不去执行了 那我就这里呢 就把它end等于这个东西就把它去掉了 所以真正在执行的是下面这一个 好 那假如说呢 这个Action采取下去之后 并没有终止游戏的话 那中间刚刚讲这一块就不要执行了 那就开始执行外面了 好 他说呢 如果AV大于195 而且呢 save.finish save.finish 我们刚刚是预设是false 预设是false 但是呢 等一下我们真正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finish改成是true 所以呢 他就说假如呢 啊 最近25次游戏的平均分数都已经大于195了 而且呢 我们当初就说 我们要设定中指条件的话 则 你就 空一行 什么都不要硬 然后呢 也是跳出这个回圈 所以你可以把他想象 假如说呢 嗯 这一次 这次 这次新的游戏 然后晚晚晚晚 经过了刚刚 玩了好几次的结果 然后呢 嗯 然后玩了一次之后 那发现 嗯 没有中指 所以呢 就看看他AV有没有大于195 那假如说呢 嗯 玩了一次之后 就是互动了一次之后 然后 还没有中指的话 就会直接跑这边 然后就发现说 哦 其实呢 嗯 AV已经大于195了 就是说 嗯 这一次玩之前的 前25次 AV就已经大于195了 那就 这一次就不要玩了 嗯 这一次就 就不要玩了 然后就 嗯 嗯 对 就是 嗯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他这里是一直玩 一直玩 一直玩 然后假如玩了之后 没有中指的话 玩了之后没有中指 其实就是继续玩了 对没有错 所以就说今天假如玩一些新的游戏 你还是要从头一直玩 一直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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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尾 因为你假如没有中指的话 就会在这边一直玩哦 然后呢一直玩玩到中指 那就执行下面这一段 那这整个交错的那个 嗯 整个这个回圈才跑完 跑完之后呢 那就检查一看 看看呢 包括这一次还有前面24次的Average 分数有没有大于195 假如有的话 那这一次的结果 就不要印出来哦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就跳出 嗯 跳出这个回圈 跳出这个回圈之后 就再玩下一次吧 嗯 就再玩下一次 嗯 就再玩下一次 对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没错 好 那我们这里就是说 我们每次在玩的时候 那就会呢 去记录某些事情 那记录的事情 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记录的事情呢 就一直把它存在 点memory里面 那假如这个memory呢 的Batch Size 已經大于32的话 则我们就要 重新训练 我们的神经网路 那你可以想像 你在玩第一次游戏时候 假如玩16次 吐动16次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显然小于32 我们就不会重新训练这个模型 但是假如说你玩第一次 然后玩16次就结束 玩第二次这一次是玩了34次 所以我们就已经记录了16个记录 还有34个记录 所以就已经超过32个记录了 这样的话就会重新去训练模型 所以基本上 有可能第一次不会训练模型 但是一旦会重新训练模型之后 就是每次玩完都会重新训练模型 因为我们储存下来的记录 只会越来越多 那你第一次玩游戏的时候 可能只有记录16次互动 那就没有大于32 然后但是你玩第二次的时候 假如说记录了34次的互动的话 那互动就50次了 那就显然大于32了 那就会重新去训练模型 然后第三次 你在互动互动 这个互动的次数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之后一定每次都大于32次 换下说之后 每次玩完一次的游戏的话 就会重新训练一次模型 然后这个memory 因为会越记越多 那最后假如说超过2000的话 那我们就是都是取最近的2000来训练就好了 最近2000次互动的结果来训练就好了 好所以这个整个城市看完 你大概就是知道说 其实可能第一次的玩游戏 搞不好就会开始训练模型 只要第一次的游戏互动有超过32次 那不然第一次玩游戏不会重新训练模型 但是假如说玩完第二次之后 然后第一次跟第二次储存下来的次数大于32的话 那就会训练模型 那之后储存的互动的记录 现在一定都会大于32次了 所以每玩完一次游戏 就要去重新训练一次模型 好所以我们每玩完一次游戏之后 然后去做这件事 看有没有大于195 有的话就不要印什么东西 然后跳出这个毁圈 那不然呢 就是要去重新训练模型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重新训练模型的这一段 到底在写什么 在写什么 好那我们呢就说 我们这个savememory呢 已经记录每次每次互动的结果 那到底是记录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记录了这次State 这次Action Reward 还有下一次State 还有是不是Done 好那我们就会越记录越多 越记录越多 但是呢我们前面已经有设了一个 总是抓最新的2000笔出来 所以呢一定会越记录越多 但是他每次都会抓最新的2000笔出来 但是呢最新的两边笔出来呢 我们也不是要把这2000笔都拿去做训练啦 我们呢也是只有抓32笔出来做训练而已喔 所以呢我们就先把save.memory呢 先去把它随机刷32笔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用random.sample 就是就是存python里面的random 然后呢就去一堆东西里面去随机抓取的意思喔 所以呢我们就把最多2000笔的savememory抓进来 然后呢这个save.batch size就32嘛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最多的最多2000笔 而且是最新的2000笔喔 然后呢抓进来 然后就随机抓32笔出来喔 好所以这每一笔里面呢都是什么 每一笔抓出来我们都把它叫batch 那里面都记录了state action 就是这一次的state 这一次的action 还有reward 还有下一次的state 还有呢down是true或false 所以呢我们每一笔batch呢 就把它抓出来看看喔 那我们就发现说 欸假如这次 这次的action会导致down是true的话 那可能就代表说 哦这次的action实在是太烂了 我们就不要把它拿进来做训练啦 因为呢 嗯其实因为假如这次采取action 导致呢down是true 那事实上这次的action 就会导致游戏中止了 所以呢你的reward是什么呢 你reward的事实上就是只有得到这一次的1而已嘛 那后面这一项都没了 因为游戏已经中止了 所以呢reward的就是1喔 那我们要记住这个q value呢 那我们之前我们刚刚解释过 它其实有点像是除了这次reward之外 还有把之后每一次的reward都拿进来 再然后再成一个折线利用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迭代的概念 可以一直把它写下去喔 所以其实我们在估计q value 它有点像是在估计呢 我们这次会拿到reward 还有之后会拿到的reward的折线总和啦 好所以假如说呢你这次的action 你竟然就使得游戏中止的话 那显然你的reward就是1啦 就是这一次的1而已喔 就没有在之后的 之后的那个 的reward的折线总和 所以呢你假如说你还可以继续玩的话 那显然呢你的reward就要等于reward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其实呢就说假如你游戏还可以玩下去的话 先啊那你reward就不是只有这一次这一项而已喔 你就还要再考虑之后的这一项喔 好所以他就写说假如那档的话 reward的加等于就是reward等于reward加后面这一项就对了 好所以就reward等于reward加后面这一项 然后呢他再有一个save gamma就是折线率 那折线率我们刚刚是0.95喔 我们就再回去看一下好了 就是0.95的gamma 表现绿色0.95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下一期的states喔 因为呢毕竟我们后面这一项事实上是要把下一期的states 丢进神经网路 然后呢去取个最似的action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值给估计出来嘛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下一期的states 然后呢丢进去model.predict里面 那我们说呢我们的神经网路会吐出两个值啊 所以呢我们就这两个值里面呢就是把它选masma 那事实上呢np.amasma 它的作用我觉得根本就是跟np.masma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边写np.masma也是可以的喔 那只是因为原子的blog里面写点amasma 那作者就把它复制贴上就对了 其实这边其实就是masma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它会吐出两个值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今天state丢进去 然后呢它会吐出二维阵列 里面是两个值 我们呢就把这二维阵列呢 先把它变一维阵列 所以就是呢把这个 把这一个saveprediction的东西二维阵列取编号0的那个元素出外 它就变一维阵列 因为阵列里面有两个数字 我们就取masma的那个数字 所以感觉上呢就是我们已经取了一个最似的action 然后呢可以让我们这两个数字里面呢得到那个比较大的数字 好然后前面再乘以gamma 这个事实上就是reward 换句话说呢我们就是丢进下一期的state 然后把这个值呢估计出来去 那两个数里面的极大值 然后再乘以0.95 再加上这些reward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qFunction的值 好但是呢这个qFunction的值呢 它到底要放来什么地方呢 那当然呢是要放在我们这一次action的位置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一次我们有记录这一次action 然后我们也记录这一次state 我们也记录下一次state 那下一次state呢我们已经用在估计后面的这一项了 所以呢我们已经估计完出来这个qSTAT了 问题是呢这个STAT到底要丢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是要丢在这一笔资料的action 那这笔资料action在哪里 不就是记录在这边吗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做出来的这个qSTAT 就把它放在你这次action到底是0还是1 只要是0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编号0的位置 只要是1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编号1的位置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想要收集qSTAT的标准答案 我们现在想要收集这个标准答案 然后等一下呢把这个标准答案 跟解释变数丢到神经网路去 然后请他去帮我们估计这个q函数 然后呢标准答案跟预测之间 我们就用一个MS1的loss function 让它去极小化嘛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刚刚算出来的reward 这个标准答案丢到适合的编号0的位置 或者编号1的位置 那问题是怎么丢进去 所以这个作者就说好吧 那我们就把这一期的state 丢到神经网路去predict一下 所以predict出来的结果呢 它当然还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它当然还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但是事实上它只有一个数而已 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batch丢进去 所以我们就丢进去一个东西叫predict出来 所以它其实predict只有一个结果 但是还是摆成二维阵列的样子 好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就把估计出来的这个二维阵列 把它叫做target 那我们要把刚刚的reward放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编号0的raw 编号action的column里面 所以假如说这次的action是0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编号0的raw 编号0的column 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把这个数字替代成 我们刚刚所算出来的q stat 好那假如说呢 这次的action其实是1的话 那我们就把刚刚算出来的这个reward 就把它放在target01的地方 那target01的地方就是target的编号0的raw 编号1的column 那事实上就是放在这边 好所以这边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呢我们就是先把这个qstat 把它给做出来 然后呢在做出来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去用下一期的state 先去估计一个q值 然后呢这个q值呢 我们选最大的值 换句话说就是选一个最实的action 选出最大的值 然后把这一期的q值给算出来 那这一期的q值呢 其实是怎样是我们给定个state之后 我们采取的action所得到的q值嘛 但是我们采取action是什么 那不就已经也知道了吗 已经记录起来了嘛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呢 把这次估计出来的值呢 就把它放在 我们等一下要丢进去神经网路训练的 那个正确的y里面的那个 适当的值喔 所以假如action是1的话 我们就希望就放在这边 假如action是0的话 我们就希望放在这边 所以呢我们才会 再去把这一期的state放进去 然后请他估计出一个二维的阵列 然后我们就把刚刚所算出来的reward呢 就把它放在对的action的地方喔 好 那弄完之后呢 我们终于可以重新训练这个model 换象说我们现在好像呢 嗯 在某个action之下 更新了那个action的q value 然后呢 我们终于可以把它丢进去神经网路里面了 好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一次的state 还有呢 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一次的action所采取的reward 放在正确的位置的那个target 也就是那个target里面有两个数字啊 那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这次没有采取行动的那个action 那就是越南数字 那有采取行动的那个action的格子的数字 已经被我们用reward给替代了 这就是刚刚所讲的 我们要把reward 放在target里面action的地方 好 所以呢 你可以帮他想像我们现在呢 又是有解释变书放进去 也有被解释变书放进去了 换象说我们也有这个q值放进去了 那这个q值呢 不要忘记啊 就是呢 我们这次采取什么action 那个action的位置就是把它填这个 这个刚刚算出来的这个reward 也就是这边的新的q值进去 好 那我们就啊 就训练一下这个神经网路吧 所以就model.bit 就是这样子去做 那就做一个epoc就好 所以呢 其实这个神经网路呢 就已经被我们更新结束了 好 那当然呢 训练完完一次之后 我们就说 那这个 探索的几率要开始下降了 所以就是self.absin 假如呢 大于0.01的话 那我们呢 就让这个self.absin 再乘以0.995 就是让那个探索的几率呢 从1开始变成0.995 然后再变成0.995的平方 所以这边事实上就是self.absin 就等于self.absin 乘以0.995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大致这个程式呢 已经讲完了 剩下这个test的部分呢 就是 就是 假如我们训练都训练完之后 那 我们就可以 不用再训练网路了 我们就 就是真的来玩个100次之类的来看看 好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要玩1000次 我们估计它要做100分钟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小时了 那已经做了一个小时了 结果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它才估计到663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继续把这个test的部分呢 就讲完 但是因为现在是9点58分 然后呢 10点我要去上一个线上的课程 所以 我们在这边必须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会请那些同学去听一下影片 然后就 等一下会回来 所以我会再回来的 我们就只好先停留在这个地方 那或许回来 它就又估计的快结束了 好吧 那我们就 先停留在这个地方吧 等一下我会回来的 好 我回来了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它已经估计了1小时17分钟了 就我刚刚离开的17分钟交代的一些事情之后 我又回来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它已经到800多个 800多个App Store 那还有100多个 那估计还要在23分钟 好 我们上次呢 刚刚就是把这个class裡面的东西 几乎都讲完了 那剩下的呢 就是test的部分了 那test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反正我们神经网路都估计完了 那剩下的呢 就是把游戏呢 就玩个100次 但是呢 我们神经网路就不要再去更新了 就不要再去更新了 那看看 我们训练这个神经网路 训练的如何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定义一个东西 叫test 那事实上就是我们只要把一个 agent 小写agent的物件 丢进来这个class之后 那他就自动有了agent.test 那就看我们要玩几次吧 好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开一个treward 来记录一下玩的这一次到底 到底玩了几分钟 不是 玩了几分钟 是玩了这一次之后 玩的这一次到底得了几分 好所以呢 就是for 1 in range 然后1 episode 加1 那等一下这个作者就要玩新的游戏 就是新新新新 重新玩就要玩100次 所以呢 就是for 1 in range 1到101 所以呢 ABCDE的1 就会从1到100 那就是会玩100次 好 那玩100次呢 每次玩都要把这个环境更新 所以他就会给我们一个初始的stat 好 那就for 1 in range 5001 其实我觉得这也写得很浮夸 其实写500差不多 原始的作者 原始的部落格的作者好像写500 其实我就写201就可以了 因为事实上你分数200分呢 游戏也会中止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说今天他给的这个stat 呢 是一个一维的阵列 shape 是4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理shhape 把它变成是1 4的一个二维阵列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还是叫stat 然后就把这个stat 丢进去我们训练好的model 就请它predict一下 那predict的东西呢 它会吐出两个output 但是呢 这两个output 还是放在二维的阵列里面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我们现在丢一笔进去 请它predict出来 其实呢 它的东西还是会放在二维的阵列里面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把编号0的raw的结果 就把它给抓出来 那事实上呢 就是让它变成一维的阵列 那我们就去看看呢 这两个数到底哪个数比较大 那假如说呢 在编号0的位置的数比较大话 我们action就采取0 就把车子移左边 假如说呢 编号1的那个数字比较大 那我们呢 就去把车子往右边 毕竟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得到一个q function了嘛 那我们就是呢 给定stat之后 我们要去求一个a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给定一个stat之后 我们就已经得到我们两个action可能的值是多少 那我们当然就会选 可以让reward比较高的那个action 好所以呢 我们就已经得到这个action 那事实上就是看呢 这神经网路吐出来的那两个值 那编号级的值 数字比较大 那我们就决定这个车子往左或是往右 好所以呢 我们决定往右之后 往左或往右之后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emv.step 他就会吐出四个数字 那四个数字呢 就是说他会告诉我们说 可以得到1分 而且呢 这游戏能不能继续玩 而且他会更新一次state的数字 那我们就把这个state的数字呢 next state就把它叫做state 就把它叫state 好那假如说呢 没有符合中止条件的话 那下面这里就不会执行 所以呢 这个回圈就会在那边跑跑跑 继续在跟环境互动 所以在跟环境互动呢 因为下一次的state已经被我们命名叫做state了 所以他就会把state呢 又去reshape 然后呢 又去把它丢进去我们的 估计q function的神经网路 然后又会得到两个数 那这两个数呢 我们就取比较大的那个数的编码 那就可以呢 感觉上就是今天又有个新的state 我们就把state丢进去神经网路 估计一下 两个action之下 所会得到的q value 那我们就选那个会让q value比较大的action 然后呢 有这个action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env.step 然后他就会再把这个state的更新 然后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又得1分了 那就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继续玩下去呢 就是这样 好 那他说呢 假如你今天碰到中指条件的话 那t reward就等于底线加1 这我们刚刚说过了 因为底线是从0开始 但是呢 从0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 采取了第一次action 就已经让 就已经可以让这个state更新一次了 所以就得到1分了 所以底线是0 我们就得1分 底线是1我们就得2分 所以t reward就是底线加1 然后这里的print呢 都没有什么都跟刚刚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记录episode现在是第几次 100次里面的第几次 然后这一次得到多少分数 等等 好 那假如说中指条件break之后 那就跳出这个过回圈 然后就开始执行外回圈 换句话说就是玩第二次的游戏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只要呼叫这个agent.test 这个method的话 他就会return 那t 就return t reward是多少 好 那就是return呢 假如我们玩100次的话 这100次 到底分数是多少 好 所以这个东西都讲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之前在训练网络的那1000次 还没做完呢 还没做完呢 好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在这个过程之中 曾经也有得到200分了 maxima 200分 可是呢最近的25次 其实那个average分数呢 都不高 都不高 那我们是规定呢 最近25次的average分数要大于195呢 那才会停止哦 那很奇怪就是这个作者他书上呢 他说他跑了400个epsel的话 就已经average的score就已经达到195了 所以就效果很好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训练的结果画一个图 然后呢又把这个训练的神经网络呢 就把它再重新玩100次 然后他就发现呢 这100次里面呢 平均的分数就是200分 换成说这100次里面呢 每次的分数都是200 但是很诡异的就是哦 其实我不管在家里做了很多次 或者是我现在在做这件事 这一次哦 其实我训练1000次呢 这个average score都没有办法到190多耶 顶多就到170几 然后又开始下降了 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好 我的同样的程式就跑得那么的差 好 所以我们就让他继续跑吧 那我们就来看了 跑完之后我们会想画一个图哦 所以这个图呢就是画类似下面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在家里做的哦 那可以发现呢 我训练了1000个episode 其实只有在第900多次的时候 average score呢 有达到 达到那个175以上 但是也没有到195啊 所以我也不晓得 他为什么能够助用我们好救死了 好所以呢我们想画一个类似下面这个图哦 就是呢 橫轴就是说到这个指为止的最近25次的average score是多少 然后呢中轴就是就是average score 就是average score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的中轴是average 反正他现在在跑 我点忘记这个average score 我们刚刚之前是记了什么东西下来 average score 嗯 average score 其实是在这里 所以它是一个list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地方是有把它储存下来 嗯 嗯 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 对啊事实上就是 每次的average score 就是到这次为止 然后包含这一次还有前24次总共的score的average score 事实上就是记录在 在这个这个 这个 average 里面 好那我们就趁他还在跑 那我们就把下面这个话头先去讲一下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是说我们首先开个话簿 然后宽是10英寸 高是6英寸 然后呢 嗯 x就是range 然后agent average 的长度 那假如说呢我跑1000次呢 其实都没有达到av大于195的话 那我的agent.average 就是长度就是1000 所以呢 range 1000 其实呢 x就是从0到999 那因此呢 他现在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解释变数就是0到999 然后呢 被解释变数是什么呢 就是agent.average 也就是呢 嗯 每一次玩完游戏之后 包括这一次还有之前24次的平均分数是多少 这个事实上就是储存在average 所以他现在就想呢 去做一个三次方的图形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估计的过程之中 就上上下下下下下 所以上之后又会下上之后又会下 所以他就想做一个三次方的多项式来做配式 然后解释变数就是0到999 然后解释变数呢 解释变数呢 就是我们记录在average 里面的数字 好 所以呢 他现在已经把s呢 0到999生成出来了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用non-potting.po 应该是先看这 non-potting.polyfit non-potting.polyfit 就是做一个多项式的回归啦 所以呢 就是把s丢进来 s就是0到999 然后呢 再把我们储存的1000次 因为我看应该跑到1000次 也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是那1000次里面 每个数的最近25次的平均分数 好 他就说我要做一个三次方的回归 所以呢 这个事实上就是non-potting.polyfit 来做的事情 那他会突出什么呢 他其实是会突出 估计出来的参数 也就是三次方前面的细数 二次方前面的细数 一次方前面的细数 还有参数项 那我们把这个细数呢 跟原始的x 然后呢 去做non-potting.poly Valuation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我们现在已经估计出一个三次方的线 我们现在只要丢进去s值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三次方的线的 比例的Valu 事实上这个都是non-potting.poly Val在做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已经有三次方的细数 二次方的细数 一次方的细数 还有常数下细数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01234 一直到999 丢进去 我们就可以用秒点的方式 把这个三次方的函数把它描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1000个值 那这1000个值 我们就把它叫做y 所以我们就开始画一个线图 那画线图呢 你就把每一个点的s座标写进去 y座标写进去 假如说你的s座标就是012356789 依序编码的话 事实上你就可以不用写s座标 你就只要写y座标就好 刚好他现在画的这个图 x本来就是012356789 一直到999 所以他就干脆连s座标都不写 他就直接写 在s等于0的时候 y的值是多少 s等于1的时候 y的值是多少 所以他就s座标就没写 就直接写y座标 那这样的话 s座标就会预设就是01230 一直到999 他的码这东西叫做 叫做 我刚有点讲错了 他现在事实上是要先画这个moving average 所以事实上他这个是原始的data agent average是原始的data 就是原始的蓝色这条线的data 所以他叫moving average 对啊 就是av的意思 就是average score的意思 所以他第一个图 并不是三次方的线 第一个图事实上就是存在agent点 average时的那1000个点 然后画个线图 那就有换1000个点进去 其实感觉只有放y座标没有放s座标 所以s座标预设就是01230一直到999 那就label就是moving average 然后下面这个才是画三次方的图形 也就是每一点的s座标写下来 然后每一点的y座标写下来 但是其实每一点s座标还是0到999 所以其实这个s也可以不写 你可以就直接写y座标就好 这样的话预设s就会是0到999 反正他现在的s也是0到999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一行就是在画三次方的图形 剩下就没什么 就是把s的label写一写episode 然后wide label写一写total reward 其实我觉得应该写average total reward 比较好 然后就给他一个图例吧 好所以我在家里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然后不晓得这次做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 他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好那我们就先把程式全部都讲一下吧 等一下他做完就可以画图了 好那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啦 就是说那我们既然神经网路都训练完了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test吧 所以呢就是agent.test 也就是我刚刚休息15分钟完之后 回来讲的那个bftest的那一部分 那他就说那我们这次呢再做100次就好了 所以那那个test的那个函数会回传t reward 所以就是这一次玩游戏呢到底得到多少分数 那我们就是请他印出来 那我刚才讲的时候应该也有讲请他印出来 只是这个印出来都跟前面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你假如说你假如死掉之后分数都得一分 然后就把这一次玩的分数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就印出这次第几次 然后这次玩的多少分数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最后就会return t reward 好所以这个就是呢 训练完之后我们就再重新玩新的100次 好那我重新玩新的100次之后 就作者他的讲法啦 他每一次都是200分啦 那但是呢我好像得不到那么高 所以就是呢 我们就是把这储存的100个t reward 就把它sum起来 然后除以100喔 那我在家里做只能得到184.88而已 好那 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做到200 好吧那我看这个其实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 所以应该也没有人有兴趣在这边看他在那边跑跑跑 所以等他跑完之后 那我们再回来吧 好所以那我就先离开一下了 我回来了 他估计了一小时48分 我今天终于估计完了 竟然比我在家里做还慢 学术网路不是应该要比家里的网路速度还快吗 但有可能是collab 他现在比较忙 好所以我都发现了做了1000次的游戏之后 最高的average score 也只有到181.6 那这个比我在家里做好一点 但是毕竟也是没有到达195 所以总共花了一小时48分 我觉得可能训练个1500个epoca 或许有机会 好那我们再来画一画图吧 所以就发现他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然后这里上之后又下 搞不好之后会上 不晓得 那或许估计1500个epoca就有机会了 但是这个等我有机会再跑吧 因为其实以前还在实体上课之后 常常我就给他跑 然后就回家去了 然后明天再来看 但是现在不常来学校 所以就没办法做这件事 因为你电脑太久没有动 他也会collab也会给你断线的 好那所以我机会有再跑一次 不然就大家试一下吧 好那最后呢 我们就训练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再玩100次吧 那玩的这100次呢 就没有再更新神经网路的参数了 那这里呢 大概又要再跑10分钟左右 所以应该是没有人兴趣看他在这边跑了 所以我又要先断线了 那看来跑前两次都200分了 好像效果还不错的样子 那我们就先离开了 等一下再回来看 好我又回来了 他终于做到第99次了 快要结束了 耶 刚好做完 所以总共花了13分35秒 那我们发现呢 并不是每次都是200分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100次的分数加重起来 除以100看看是多少 那我再加是做184.88 我觉得这里应该还是184.88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把乱数总值给固定了 所以没有道理做出来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书上能够做到那么好的地步 所以这本书接下去呢 他就说好吧 那我们就基于同样的架构呢 要去设计怎么去训练资产的价格 然后怎么去训练 怎么把那个资产的价格呢 当作是一个state的参数 然后就用同样的架构去决定 到底要买或者要卖 那就他后面的例子来看 其实真正效果也不是很好 那我这边做出来的效果 都已经比他书上更不好了 所以我实在难想象 这个东西做下去呢 用在食物的财务上 效果会怎样 可能比他书上所写的还要更糟糕吧 总而言之还是买指数吧 这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我们这整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